见过无耻 你见过理直气壮无耻的吗 游锡坤一句 廉耻是君主政治的产物 就让我们再次见证了 民进是如何利用无耻本质 轻松抢断网络流量 短时间内达到个人脸书被洗版 两岸热搜被罢评的双巅峰 就连苦心拍摄大选宣传照的赖销二人 看到麾下游锡坤的热度 都得说上一句 佩服佩服 想一想这支绿色队伍的无耻实力 那的确不容小觑 前有郑文灿林志坚 被判论文抄袭学位遭撤销 后有林正宏张志豪 搂媚饮酒寻欢作乐被抓包 如今游锡坤又大方自证 党派实力 让人不有感叹 寡连贤耻 这的确是民进党永恒不变的追求 我想能够每每将如此追求 玩出花样 不断的刷新我们下线的 也只有民进党了 奈何偏爱热度 哀乎上瘾 游锡坤在网络上的炮火声中 是越催越勇 昨天po文个人脸书 再谈无耻言论 更是喊冤扯媒体 偷换概念 冤不冤 东道 自在人心 难怪岛内网友热评 无联则无所不取 无耻则无所不为 不知廉耻 民进党而已 民进党而已 在人心中的城省里 靠近明天 继续